嗨小伙伴们 假如有个神器能让你有如此神功 隔空去雾 你想咋玩呢 话说这胖大虎玩悠悠球 那还是真不赖 垂直式 正远式 极星式 可能是暗的悠悠球啊 不过现在是本爷我的了 小夫这看热闹不嫌色的 这球在你那儿还不如在胖虎这儿幸福呢 好了 自己的快乐又被白嫖了 小多拉这看不过眼了 鼓励大雄 咱是男人 该刚一点 可你觉得 大雄是打得过胖虎呢 还是遛得过小夫啊 也对 最终还是只能靠神器了 他拿出取物万远镜 看着这么小 也不像是拿来干价的呀 原来小多拉是要剑走偏门 打开窗户找目标 马路上只有大雄老妈刚买好菜要回家 行吧 就它了 先放大画面 感觉到手能触碰的时候 一个抓取动作 漂亮 老妈疯了 抢劫也不带抢菜的呀 他疯了四的回到家 看到购物袋在小多拉手上 也是纳闷了 啥时候这几个儿飞回来了呀 看到这万远镜如此神奇 大雄来劲了 不过小多拉人劝他先练练手 为啥呢 这玩意儿还是有点技术性的 他也四处先找下目标 赶上的大马路上有一猫咪偷吃 正在哀笑 诶 有了 伸手 又一抓取动作 漂亮 逮住了那拍猫大妈 一脸懵圈 猫呢 这大雄得一神器抓啥来啥 不过还在练手的阶段 他没开二度 诶 还是那猫咪 看他偷着鱼就上树了 大雄这对猫咪那是执念呀 再次上手 一把 好了 这回没开二度抓出树杆子 自己凭空 雕食物上了 既来之 则暗指 大雄四下一看 诶 找到了那终极目标人物 胖大虎 正隔着开心的溜自己球呢 有了前两次的失败 大雄这次必须 胆大 心细 瞄准 出发 笑两成功了 那头悠悠球凭空消失 大雄看他俩干架都开心 他继续格库出拳 教训一下那切儿切儿的小夫 这还引起了小夫胖虎间的争执 大雄还顺势撩了下胖大虎的衣服 胖虎这一脸蒙圈的 也只能对着小夫杀气儿 而大雄一开始使劲而撒欢了 一剑 两剑 三剑 等小多拉来到 树杆早晨晾衣干了 这货又捉腰了 出来逛逛 心情总是那么的美丽 美丽不过一秒 迎面撞上了一杯这包袱 冲冲忙忙的大叔 还掉下了一大盒子 接着 一阿瑟叔叔飘过 果然 箱子里是珠宝 那就是个小偷 大雄瞬间正义令燃 跑上了旁边的顶楼 准备用外远镜帮忙抓小偷 心是好的 可手是臭的 一个抓取动作 阿瑟给趴下了 兄弟 你这是妨碍公务呢 既然刚才逮错了阿瑟叔叔 完了还得给人送回去 大雄拉着阿瑟的手 找到正个人的庆幸的小偷 把阿瑟一个泰山压顶 甩在了小偷身上 你怎么来了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但你惨了 可小偷也不是盖的 虽然他身材臃总 却是个灵活胖子 这一奔一跳的 玩可得劲啊 一抓一逃 竟如此灵活 俩人撒手都没能抓住他 又一爷爷 他们枪了 请问这是有局吗 中间这一小插曲 咱略过 继续 大雄再次找到了小偷的身影 看他情况 又是被他逃脱了 既然如此 咱先揍他个生活 不能自语再抓 一下 两下 三下 可下一秒 大雄直接裂开了 几几个儿被反抓了 瞧瞧着大雄的胆 人家还没咋地呢 他几几个儿 360度原地大旋转 小偷一个眼急手快 想要搭救来着 俩人一起滚落了草皮 算了 随便来个人救命吧 大雄这一通乱抓 得 全到齐了 不过信号 成功抓住了小偷 大雄还因此得到了表扬 也算是人生高光了 连老妈都开心地 做着牛排请客 这犹如考试得了100分 这吃饱喝足的 世界如此美好 星星如此美妙 真是漂亮 感觉就能磨到一样 原来星星长这样啊 好了小伙伴们 给你个神器 咱评论就唠唠 看有啥神回复吧 拜拜